嗨,我是路人,大家好久不見 沒錯,我從英國充電回來了 當然,也有帶一些小禮物回來送給大家 影片後面會再說明 雖然這只是充電房價 但過程中還是有做一些小紀錄 想回來分享給大家 這次的影片會比較沒有什麼主題 會比較像紀錄片的方式喔 哇,這個不錯拍一下 這個也不錯,拍一下 因為我去年立下目標 希望今年有展覽只能擁有自己的攤位 因為這是我一直以來的願望 希望能看到自己畫的東西,屍體化 但是一直以來都沒有什麼周邊產品 所以也立下目標 希望能做出一些可愛的周邊給大家 所以今年一的籌備 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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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 跟大家去了文波會擺攤 在文波會期間 也籌備了下個插畫博覽會的展場 可以可愛小紅之後有機會 再講籌備展覽的小故事 當時插畫博覽會到一半時 突然說到阿舅的邀請 欸,要不要一起去英國,去看哈利波特 忙了好幾個月,感覺內套沒什麼靈感 而且也從來沒去活動 出去放鬆一下好像也不錯 蛤,走 欸,這是假的 我前面問問問,大家都說好 那就走吧 於是 我們的15天英國旅行團 正式成團 於是大家就開始排行程 各時其期 因為跟麻煩展覽 加上後續的工作 我們新鮮準備時 已經剩服到一個禮拜 只能蒼荒亂的整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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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新鮮準備 另外我們有查到 11月其實是英國旅遊的淡季 因為超級冷 又會下雨 於是我們開始把冬天的衣服都拿出來 整個房間都是衣服 揮揮揮揮揮揮 然後還帶著短袖睡衣 因為冬天不管再怎麼冷 我都穿短袖睡 在這邊告訴大家 冬天去英國 千萬不要帶短袖睡衣去 從那邊冷到靠北 根本沒穿到 然後必帶的東西是 萬國插頭 那邊的插頭跟台灣不一樣 而且一定要買有變壓功能的 因為同行有人的沒有變壓就壞掉了 因為英國技術都很美 所以我們還特別買了 iPhone 14 Pro 想說到那邊可以拍照跟錄影記錄 還跟人借了自排棒 但後來都沒用到 因為第一天到英國 第一天手機直接死機 連要把資料再抓回舊手機都沒辦法 因為頭部到一半 他又當機了 然後我們還到英國蘋果去問 但是他們也沒有鮮活可以換 手機擺賣了 只好用 我的低畫質 又沒有電影模式的手機 錄一些片段 所以看起來有點零碎 用低畫質 這都很抱歉 大家盡情見諒 接下來就讓我用零碎的畫面 跟豆花 為大家呈現這次的櫻瓜之旅吧 出發日是11月14號的晚上 我們跟阿嬌學者 搭車一路從台中到桃園機場 結果疫情後 已經有四年沒有來機場 可是我的行李 有多重嗎 整個的行李箱 18.8公斤 好輕喔 現在暫時第一名最速攻 我的應該會很重喔 啊呦24.3 行李箱限重30公斤 結果我已經24公斤 學長的行李 一定比我重 超重 剛才車座好像20公斤 20公斤 哈 我們預計會達17個小時 9小時先飛到杜拜 再從杜拜轉機 飛8小時到倫敦 因為會達很久 所以已經做好萬全的準備 就是穿好睡衣衣服 還有警診 上飛機 你說是我優先 以前出過大飛機 沒帶警診 睡到撈著超痛苦 警診跟口罩在哪 眼鏡耶 你被擋住了 可憐喔 太久沒剪頭髮 直接辨識不出本人 只好重走 燒機前肚子肉 先吃一點東西 等一下好睡覺 不過如果搭長途飛機的 建議大家可以不用吃 連飛機上超多餐 超多吃了 一直吃 一直吃 超級飽 飽都爆開 第一次搭阿里球航空 這是我們的位置 旁邊剛好沒人 耶 然後前面3個位置 只有一個阿姨坐 起飛後 阿姨直接躺順一步 超爽的 好爽 好爽 上飛機後 覆上耳機 面臂 前面還有一個小電視 可以看電影 玩遊戲 各國語言都有 座椅的腿部空間 大概還有1.5個拳頭 對180公分的我 還是有點疑慮的 阿里是差評你 但是後來發現 腳還是蠻難伸展 往下做一點 會一直頂到 雖然警診防止我繞著 但因為腳一直很緊繃 碎碎一直覺得屁股超痛 被痛醒 但是靠160公分左右的小麥 就睡得很安穩 沒這個問題 不過天花板還有星空 燈灌下來超美麗 出發 出場中的飛機 就是一直被位置吃完一餐 再吃麵包 再給飲料 睡一下後 接著又是下一餐 我們的餐裡有些預定是素食 第一餐是 全麗麥飯 好高級 我完全沒吃過 全部都是麗麥的飯 QQ的 但又不會太趕 搭配旁邊的硬嘴豆燉菜 真的是非常好吃 可是這巧克力 但我不能吃 可惡 我不能吃 咖啡硬蛋 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吃完後 我馬上進入溫水 先生 先生 有餐 喔 喔 第二餐 大概是我非常地失望 喔 不 居然是 周 身為一個超級百販人 我是一個比較不吃周的 雖然他不是米 吃麵 不過我對周 有所成見 但是他還是蠻像的 於是我就吃了一口 恩 超級好吃 滴股暖流充滿全世界的肉 還是有點嚼勁 包括跟燉菜的味道 非常入味的 燕麥一命 完全沒吃過這種東西 超級讚 這道菜 覺得說我回台灣 還會想再吃的 在台灣都吃到甜的燕麥之後 不知道要去哪裡吃鹹的 超讚 推推 超級好吃 最碎碎皮型屁股痛 睡睡醒醒屁股痛之天 終於到了杜白 準備去轉機囉 有兩個小時可以轉機 杜白機場裡面 跟桃園機場其實也蠻像 現在用我低話只有零碎的畫面 來帶大家觀光吧 杜白 杜白 當地的衣服 好看 好看 杜白小霧 美麗華摩天輪 我們要升機了 我們要升機了 我們要跟杜白 誰白白 杜白白 杜白白 杜白 杜白出發去輪隊了 這次我們要搭的是超大的雙層飛機 空中巴士 A380 其實比我們上一台還要新 因為以前去美國的經驗 也是坐長途飛機 因為腳太長 大了之後 腰痠背痛 所以第二段 我們要升機 豪華積極唱身邊 給大家看差別 腳步空間大很多 而且還可以把腳靠升起 這段睡得真的非常好 完全沒有睡到屁股痛 前面有個大螢幕 不知道是不是飛機比較新的原因 螢幕變得非常滑順喔 第二段的飛機殘 這是第二段的飛機殘 因為剛好是早晨時段 是水果搭配果醬和麵包 非常的健康 吃完後過一陣子 突然又拿來一碗優格搭配健果 看起來非常溝通 又很大碗 原本想說吃不完 沒想到攪拌完後 吸一口健果 超級大 來台灣 也要就樣吃了 快到倫敦的時候 外面在下大雨 感覺超冷 等到飛機外面的攝影機都解凍了 原本預想我們在雨季欄 所以應該每天都在下雨吧 已經做好淋雨的準備 但是夏季時 天氣居然超級好 超滑 哪裡 欸我的 我的 所以要去那邊嗎 我的我的 王伯伯 我們拿完洗禮後 準備出發到牛津的民宿 出發前去他們的便利商店逛逛 買了一個不知道什麼飲料啊 藍色的 這個是一個 水果綜合果汁 三十六菠蘿 藍色螺旋爪維生素 每每看沒有喝罐的飲料 然後就去車站等車了 頭馬轉運站 到了 倫敦 喔不是牛津 牛 欸不是這是倫敦啊 大飛機 搭到打個拍戲 歡迎啊 好有嗎 來看一下 沒有喝過的 怎麼樣 你後來還是帶這一件 我兩個都有帶 好喝 好爛喔 超爛 天氣超 超 超 Oh my god 到沒有去死 大概是傍晚 天氣超冷 當時的溫度是在六度以下 大家分別搭計程車 就出發到民宿 他放屁骨人 蛤 你幹嘛放屁 我沒有放他 我們現在 大家的計程車走散了 快冷死了 因為計程車司機把我們放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現在跟阿舅會合了 接下來要跟舅舅妹會合 因為他們被送到超遠的地方 Oh my god 快冷死了 我快冷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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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終於最終結合 我們現在最終結合 流津夜遊團 我們的AVFD在哪呢 不過現在才下午4點 黑成這樣子 不過這是一個混心漂亮的小社區 這是我們的民宿嗎 好漂亮喔 現在要進入 好黑喔 兇裕 這日子 溫到啦 第二天早上 一場 就是上情的內容 下集 希望可以把我零帥的影片 再組成一支影片 每集我都會從留言抽出一到兩個人寄送小禮物 抽中的人 我會在留言跟你說喔 也可以去其他的影片 開開他們的視角喔 如果喜歡我分享奇人意識 記得按個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奇人意識故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待會